詞曲 李小龍 先介紹幾位 張同祖導演是曾經與李小龍共事 在電影《猛龍過崗》當幕後的工作人員 前家樂是演員 亦是電影的武術和動作指導 歐錦棠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李小龍迷 他先知趙家泰祖權傳人趙重武師傅 亦與李小龍相知相識 我們上台準備一下 三位好 很久不見 很開心 其實不單止台上台下 亦有這麼多位來賓 又見到Dee哥 Dee哥很久都沒見 金剛姐 金剛明導演 今天有一個特別就是 我們請的嘉賓或多或少 都與龍哥有多少關係 而在座的各位 其實 譬如祖哥 先說祖哥 你和張國明導演一樣 在猛龍過崗 曾經與龍哥共事 是嗎 那時候猛龍過崗 我是做長記 是 長記兼副導演 是 是 很榮幸 能夠有機會 和一個 武術大家 是嗎 可以合作 大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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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設定裏 因為我們都記得 馬雲哥說 有很多經典場面 其實都挺猶新的 有在羅馬的外景 但是我們很大部分的 譬如我們看到的餐廳 其實就是在嘉賀的片場 知道其實每一天 李小龍就 其實要擔任幾個職項 由導演 他又要現場做武術指導 要做演員 其實你做長記的時候 心情緊不緊張呢 即是他會不會在現場 即是經常都發司號令 這樣 他不緊張 是 他很隨和鬼仔 即是很開心 我都聽過 我都說得對 他跟一些工作人員 很親密的 說話 是 即是從來沒有見他罵過人的 不會 因為有些導演就是緊張大師 他猛爭過的 他猛爭是因為 當他做不到一個動作 其中有一場戲 大家看到一個客廳的燈 他踢過燈的時候 踢八尺高的燈 是的 他這個飛鎮起身體的特力 他幾次不行 因為他踢到隔壁的部隊 是的 然後他繼續做到到位置 這件事是他自己的要求 是的 還有我知道現場 因為他的體能消耗很多 他經常都準備了一些私家補品 在這裡喝的 是嗎 譬如是否有些 我有聽說 他喝橙汁 喝水等等 是否一瓶都放在現場 是否呢 哦 龍哥 因為他平時有很多動作場面要處理 是 又要消耗很多體能 是否他現場 其實都會準備了很多水 很多橙汁 因為那時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品 他現場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喝啊 飲品啊 那時候最深刻的就是 他不能停下來 是 打燈光 轉燈光的時候他也喜歡跳 是 是 然後呢 他呢 那時候他又不喝水 嗯 他是一個俗男 在俗樓裡面 全都是橙汁 即是他不喝水 即是想猴子來的 他喜歡喝一些有味道的飲品 是 是 是 他的 他的樣子 他的 對自己的照顧 應該是挺嚴謹的 是 很多人都告訴我 現場他一定是最喜歡玩的 或者找人試一下 那你有沒有 夠膽和他一起試一下龍哥的威力 還有他對自己追求電影的知識和層次是 是 挺 什麼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試過 他拿了十幾百本的那些書 那些書 是攝影 構圖 燈光 那時候呢 那時候他已經是 有名 有名 然後他就跟我們聊天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些呢 他說 當然做到 不然不能做到這些錢 他當然是豪宜萬丈 啊 我現在 邵阿福 要什麼條件都給我 當然是 因為是李小龍 你已經成了名 當然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不過我知道他很喜歡用回 一直用的班底 當時的攝影指導叫做西本正 就是叫做河南山 是不是 他現場是一個日本人 但是跟他都 就是經常都有溝通拍攝 是不是 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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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攝影師用哪位 西本正用攝影師 西本正 眼鏡很瘦 很細粒很瘦 那個 河南山 那時候叫做河南山 我最喜歡的 YouTube多數 對 你改日文他才會 是 是 對不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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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以前是邵氏 邵氏 即是龍哥 為了 是 聘請了他 那跟加樂 聊聊天 加樂 我想暫認歌病 剛才在後台那裡 才能聽到你的問題 其實 祖哥真的跟小龍哥 交過手 嘩 這個真的要聽一下 你錯過了 不說出來 交過手 不要緊 現在更緊張 很厲害 是怎樣的 不是交過手 是給他 給他 給他 出過手 是什麼呢 是一個什麼 都是馬龍國光 他是很垂和 好像說什麼 搏擊級 那些 誰來試一下 那我就去試 他試一下 他又是年輕 我現在看看 昨晚看那個帶 一契說五十年 馬龍國光 五十年 是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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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已經打得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不要緊 打出去不要緊 我看到張國明說 你簽了個名 唉呀 我早知道 他一打出去 就可能 以前那些衣服 我們那一年代 很薄的 曾經那段時間 是很透榮的 那些沙漆的 袋子撕爛了 他賠了我一百元 應該是一百元 他賠了一百元 他賠了一百元 整爛了一件衣服 我賠了一百元 就值錢 如果能夠 可以兩千元 他賠了一百元 都叫他加個手 是的 叫他加個手 挺好的 給他出個手 不是 阿家樂和阿棠 我們今天 如果聽到阿龍哥交手 我們就立刻站出去 立刻扭 但是如果 以前是不是 阿龍哥說 誰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縮開 是你遲了半步 你站在那裡 給他帶過來 是嗎 是不是你主動的 還是 會跟阿龍哥交手 就是他停在那裡 等等 等等 那個時候 什麼都說 喜歡切磋 就是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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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榮幸 是 阿家樂 我知道 你很早的時候 都幫大哥帶 洪金寶 做他的替身 其實很多的動作 都是出自你 做替身 我想你跟洪金寶 那麼熟 而大哥帶 他也跟李小龍 合作過 合作過 你應該聽不少故事 是啊 就是 但是真的很可惜 就是阿龍哥 走了的時候 我們都很小 還沒入行 所以我真的很羨慕 張導演 和曹哥 真正的接觸到他 不過我也很幸運 我在洪家班的時候 就是大哥 洪金寶 還有我們那些 大哥級人 林正英和陳惠毅 當時都是幫李小龍的 即是龍哥的 那我不當不少 都在他們身上 看到龍哥的影子 因為他們 量度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龍哥的出現 就像我們八十年代 突然間有 徐克胡寶趙 許安華 一些新浪潮導演 去衝擊我們的電影文化 那龍哥的出現 就令到我們 很多歷史背景的動作片 或者武俠劇 突然間是反轉了 拍法和打法 影響到我們至今 所以我就很幸運 在洪家班 遇到幾個大哥 都是正經哥 大哥大 他們都曾經 和龍哥合作 不多不少 都帶這些文化下來 在我們八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度焦 都不少 都有改過方向 是 是 挺受用的 是 會不會 你接下來 你也做過很多的 武術指導和動作導演 會不會特別是 覺得 李小龍裡面 有哪一件事 你會特別是 拿來 作為一個養分呢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因為當時我們做小朋友 當時度焦 其實以前我們動作片 很多時候都是舞台式 雜傻一點 都是一些 京派和粵劇 很多種文化傳下來 只要你的招式好看 好像欣賞舞台劇 但是小龍哥那些 他就會有些搏擊 即是在我立場當中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你說不用量 兩個人要打 都可以的 但是量出來 有不同 跟不量的就是兩回事 不量的那些 雖然很真實 但是不漂亮 但是就不會說 一場ending 董偉導演就知道了 一場ending要整 十分鐘 或者十二分鐘 或者十幾分鐘 但是如果你真打 如果可以打幾分鐘 像現在唐哥說UFC 打幾分鐘那些是對視的 都不好看的 在我來說 我感覺到 量度是要量度 但是量度得來 就沒有了 小龍哥就給了我們 看法到我們 你看一下馬龍過江 和精高門 馬龍過江 我覺得是最高境界的 和羅里斯 Ending 那場 他是要量度的 但是量度得來 對手就知道 怎樣去那幾招 但是他表現出來 真的是搏擊的感覺 所以現在我也是 在我那個範疇裡面 就是要尋找這個 你不量的 可以的 你兩個字 打吧 我抓你幾部機 但是不要看的 真實的招數 說得非常對 因為馬龍過江 最拉尾的那場戲 其實是看到幾個階段 最初李小龍 用他固有的方法 去對羅里斯 但是不行 然後他就被人打到地下 之後就開始轉變 改變 轉變了 轉變了他的戰鬥模式 你看到他在 量度武術的場面上面 他真的花了一番心思 讓人知道 其實那個動作是在推進 所以就是 是啟發了我們一輩 就是拍動了電影 是要量度的 不過你怎樣量度 是 你一量度招 只要靈麗很漂亮 吸引觀眾 賣了錢 就行了 但是小龍哥那些 是量度來 他不失了一些搏擊的感覺 這個精神 你要慢慢去摔 你要放在心裡 可能我都是正哥 大哥大啟發我的 所以現在我都是向著 趙主的方向 同一個問題 其實我問過 董偉記過 總該有補充 我覺得是很實的 你想想 打不可以不停 打不可以不停 但他那些不同 喜歡吐氣 大哥 是嗎 你見到他 那些位置 停下 是吐氣 其實是很實在的 我覺得小龍哥 有幾個階段 在我立場來說 如果 青鋒俠和萬人追風 我們小時候認識的龍哥 他已經有些武術根底 我們覺得 這個人很早打 但還未承認 在我來說 回到七幾年 最初那部唐山大興 可能不是他自己主導 你都看到他未出到 他真正的小龍哥的武術概念 直至我看《精武門》開始有了 我覺得最高峰期 我來說 每個人不同 就是馬龍國光和羅麗士 那些 又有搏擊 又有權法去告訴大家 又有電影感 馬龍國光已經是承認 死亡遊戲已經再高層次 我猜來到今時今日 這個年代 你都未必知道 小龍哥想跟你說什麼 沒有看的 為什麼 但現在你看UFC那些 全部打搏擊那些 就是這些 我記得當年 龍爭虎鬥 他和大哥穿著內褲 我叫他做 粗皮點不好意思 穿著內褲 穿著內褲 帶路子拳到 我看你小龍哥 那些電影好像 不是這樣的 這場沒有什麼招式 好像慢慢地 以為摔過軍事馬龍 大哥大還要拍一張 輸 然後我覺得 沒有了精武門 一個打十幾個 幾十腳 很零厲 但你看 幾十年後 原來UFC 真正搏擊就是這些 無論裝束 路子拳到都是這些 即是他 走先了 比我們 幾十年前 真的 所以這個真是值得尊重 沒錯 沒錯 那阿唐呢 就 李先師 趙聰武師 也曾經有一個 跟他對話 論舞的機會 那你本身也是一個超級李小龍迷 那我都說過了 我說在這個圈裡面 我想你是一個 搜羅李小龍掌固 一個很積極的參與者 那你在裡面 你有沒有一些故事 或者令到你很深刻 可以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 是的 我知道 開個talk可以講兩天 是的 就是很多掌固 很多就是 因為我這個行業裡面的關係 我認識了很多前輩 他們很多跟李小龍是 世交 即是共事了很多年 那我想我另外 我也很幸運就是 先師 即是我已故事師傅 趙聰武 跟李小龍是有個兩段交流的關係 他親口跟我說過 亦是用文字 是分別記錄了下來的 導致這個關係 導致日後 即是李小龍過世了很久 八幾年的時候 李小龍的遺商 李連達女士 是親自來香港找他 亦是首次在亞洲區 是授權給他出一款 李小龍的正式授權的刊文 那你去看李小龍的電影 接下來認識更加深 你有沒有一些故事 或者你跟一些前輩談過 你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故事真的很多很多 但反而我覺得 李小龍給我一種啟發性 是一種激勵的 就會比較深刻一點 這個就不是我聽回來的 是我看書信 李小龍曾經有一個好友 就是有美國 台拳道之父之稱的李進九師傅 和他是非常之好朋友 大家當時在美國 很多時候會交流 出席李進九師傅 搞的一些賽事 做嘉賓等等 當然也會經常見面 有書信來往等等 李進九師傅晚年的時候 出了一本書叫做 Letters from Bruce Lee 李小龍給他的書信 因為當時李小龍很喜歡寫信 周時寫很多信給他 有時候說這些無謂的事情 但是有一封信 我覺得是影響到很重要的 也覺得是非常黎智 就是李小龍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為什麼叫最低潮呢 就是經濟出現很大的困難 加上他受了很嚴重的背傷 背傷 又半年好像不能動的 差 超過半年的時間 就是餓床 接著也是練習受傷 醫生就斷地跟他說 你會好回來的 你好回來之後 你跑步都不行了 那你想想 以一個母癡 你跟他說跑步都不行 那你真的等於是半句死刑 但是當然了 他是努力不下 他自己去調養身子 然後慢慢復原 日後我們看到回來 白電影的龍哥 何止跑步呢 我剛才所說 八尺這麼高的燈都可以 但是這個是後環 在他自己最受困擾的時候 最低潮的時候 他反而寫一封信 去鼓勵他的朋友李進郭 他會說什麼呢 他說現在我們眼前有很多障礙 你會視為那個障礙是你的伴腳石 還是那個障礙是你的伴腳石 這句真是落地有聲 即是灌杯水道理 真是灌杯水道理 另外一件事就是 是會有風雨的 風雨過後 萬物都會知障 厲害 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浪費在人生的憂慮上面 人生很短暫 不值得我們去憂慮一分一秒 是 那這些我覺得放諸四海皆盡 尤其是現在世界 整個局勢 經濟環境等等 就是我覺得 應該是做為一種鼓勵 給所有 全人類 沒錯 絕對是窄地有聲 那說開他的書信 他真的很喜歡寫書信 特別是今次有一封信 首次展示在香港 裡面就提到他在泰國北沖 寫信給Linda 即是他的太太 最重要是 我發現他很顧家 因為到最後一句就是 你收了檢查沒有 你收了檢查沒有 我原來收了檢查 他就安心了 那說起來 李小龍的展覽實在非常之多 和精彩 今天就很感謝大家出席 也很感謝三位嘉賓 和我們分享了一些 李小龍的點滴 其實這個展覽 我們今天開始 我們也會有很多很多的展品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所以大家稍後千萬不要錯過 也都感謝三位精彩的分享 我們也相信 今天這個李小龍平凡與不平凡的一面 大家去參加了之後 會有更深的了解 今天《平凡不平凡》 李小龍展覽開幕典禮 到此圓滿結束 也是象徵這個展覽正式開始 各位可以到二樓的展覽廳去參觀展覽 再次多謝各位尼林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多謝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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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看看